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能不能用平心的味道 子丹和泰国拳手的那场都很劲 那么大一架升降機里面 那边跑出来打打打打 真的很容易撞到 我已经算了小事了 泰国拳手的拳 真的就这样拆了开去 他真的打得很劲 打我 还有包括最令人关注就是 叶敏强拳王 加上伯爺的高難度設計 又發揮他的拳王最好的一面出來 太神的加入很出奇不宜 想不到有機會見到他真人 他在彭恩子丹的一場很重要的動作戲 這名字也是最精彩的一個部分 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動作拍攝 所以我正在接受這個動作 我正在學習從他 我正在聽到他 我正在指導我 我正在聽到他 我正在聽到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拳王 你知道他的拳是幾重的 幾百磅那麼長 所以跟他打是不壓力大的 因為一個不留手 就是在這裡棄奧 我還記得第一場戲 我跟他打的就是 他的奧拳來得很快 我真的失敗 我感覺到他在我頭髮那裡刮過 其實最好看 當然是結尾我和阿張在打的一場 第一次跟他做對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對手 最後那場經典的勇春對勇春 這場打我覺得是 打出了很多勇春的味道出來 沒有花哨的東西 基本上整場戲沒有掉位 真的是勇春的東西 排在裡面 我覺得最大的看點 應該是恩兵的這場打 的確在動作方面 也可以帶給觀眾 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這次呢 我有信心會練得更加努力 更有感染力 希望大家都是多多支持 多多補償 這場任務 要全開會 那應該是更多解決的 我可以對手 是 好嗎 我可以再吃 這場就是 龍严